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最近一切洩露中 iPhone 12系列比iPhone 11系列都帶來了些什麼? 首先從鏡頭上的變化開始 今天蘋果要發布的四款iPhone 12 雖然在外形和配置上大同小異 但在鏡頭上有一些變化 這主要是區別和iPhone 11系列的差異 iPhone 12和iPhone 12 Max的相機是蘋果重點縮水的地方 沒有Leader激光雷達功能 同時也只是後置雙攝 所以它們就是基礎的入門型號 對標去年的iPhone 11 至於iPhone 12 Pro系列 它們是高配版6.1英寸和6.7寸機型 除了擁有後置三設備 並且還有激光雷達傳感器 其後置的相機廣角鏡頭還升級為了傳感器防抖 按照之前的說法 今年iPhone 12系列的攝像頭參數相比上代沒有什麼進步 仍然是3顆1200萬像素的鏡頭 自然iPhone 12和iPhone 12 Max也是一樣 雖然這些鏡頭都是1200萬像素 但是傳感器的尺寸會提高 相比也就進光量更多 所以iPhone 12系列相比iPhone 11系列 僅是加入了Leader傳感器 和傳感器尺寸變大 別的無任何變化 當然iPhone 12入門款更是含視之前的雙攝 在電池容量上 6.1英寸iPhone 11電池容量為3110毫安 而5.1英寸iPhone 12和6.1英寸iPhone 12 Max 電池容量為2227毫安和2775毫安 5.8英寸iPhone 11 Pro電池容量為3046毫安 6.1英寸iPhone 12 Pro電池容量為2815毫安 6.5英寸iPhone 11 Pro Max電池容量為3969毫安 而6.7英寸iPhone 12 Pro Max電池容量為3687毫安 電池容量這方面iPhone 11全系碾壓iPhone 12系列 難道新一代不該比網年電池容量做的更大嗎? 屏幕尺寸變化 iPhone 12系列與iPhone 11相比 你可以發現它有了更全面的尺寸範圍 甚至iPhone 12還有突破性的小尺寸型號 其他的機型都增大了尺寸 對於小手的用戶來說 iPhone 12無疑是友好的選擇 可是對於6.7英寸的機型 就更是難以實現單手操作了 iPhone 12系列四款產品尺寸 涵蓋了5.4、6.1、6.7英寸的範圍 而iPhone 11系列三款產品為5.8、6.1、6.5英寸 總之你在iPhone 12系列尺寸上 擁有更大範圍的選擇性 並且這些型號同去年一樣 仍然使用面容AD解鎖 但劉海缺口要小得多 而且新的技術也在這裡發揮出解鎖速度更快 面部解鎖範圍更廣的優勢 另外iPhone 12系列相比iPhone 11系列 在屏幕面板上都替換成OLED 從此Z5LCD面板 最重要的是OLED面板雖然比LCD貴 但iPhone 12入門型號不會比iPhone 11貴多少 同時iPhone 12 Pro系列 在屏幕刷新率上也加入了最大120Hz的屏幕刷新率 這種感覺iPhone 11 Pro系列中是無法貼到的 這在過去只有iPad Pro產品線才有的功能 這種自適應刷新率技術 也就是可以在60Hz和120Hz刷新率之間進行切換 從而可以藉助更高的刷新率 獲得更快的屏幕響應速度 以及更平滑的圖像顯示 尤其在遊戲的時候會有更好的表現 外觀上的變化 今年的iPhone 12系列或將走起了復古路線 放棄了從iPhone 6時代沿襲下來的圓棍中框 改用為類似iPad Pro的直角中框設計 在習慣了iPhone圓棍手感之後 當芳芳正正棱腳重新被握在手中時 那種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 雖然今年的iPhone 12系列全系都採用直角中框設計 但為了區分Pro款和普通款 蘋果大概還是會在中框和機身背部的材料上 做出優異化選擇 其中iPhone 12基礎款將採用鋁製直角中框加玻璃後蓋 iPhone 12 Pro系列將也用不鏽鋼直角中框加玻璃後蓋 所以說雖然設計致敬了復古時代iPhone 但是所用的材料都是現代的科技感 據說關於外殼的顏色也創新的加入了金屬藍 對比其典雅的玫瑰金和深吻的黑色 彭和風的金屬藍說不定會引起更多粉絲的青睞 性能與5G 今年還是要重點提到蘋果的芯片和5G方面 5nm的A14芯片將會帶來突飛猛進的性能提升 而且功耗大幅降低 這也是上面所說為什麼今年蘋果敢嘗試 將電池容量降低的根本原因 現在通過跑分軟件 Geekbench所洩露的A14芯片性能測試結果顯示 A14芯片的單核成績為1658分 多核分數為4612分 單核成績對比上一代蘋果A13芯片提高了25% 耳朵和成績比上一代A13提高了33% 同時iPhone 12系列全系擁有5G版本 據說A14芯片與高通X55調製解調器 實現5G連接 除此之外還有支持SUB6GHz的版本 也有支持高頻毫米波的版本 不出意外的話 這是Pro系列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的標配 同時成本也更高 況且價格也不低 以上基本就是iPhone 12系列與iPhone 11系列 對比的新增變化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